大家好,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申請泰國通行證 那目前呢,進入泰國,您除了要確認你的國籍是否需要簽證之外 你還要申請一個叫泰國通行證的這樣一個申請 那麼審核通過拿到通行證的核准之後呢 才是符合進入泰國的要求這樣子 那我們首先先開啟網頁 那你這邊打Thailand Pass 進來之後呢,這個第一個網站,點進來 你進到這個頁面之後呢,它就是說選擇你進入泰國的方式 那我們是搭飛機,所以就選這個 然後它這一進來呢,其實它這邊會告訴你最近的一些公告 那我個人是建議呢,就是進入泰國之前 你還是要查好最新的政策 因為其實政策可能會一直變 那保險起見還是多方的查詢 會比較保險 那以這樣來說,它這邊就有通知4月1號的一個新政策 就可以大概去看一下它有什麼新的公告 好,這個畫面呢,那因為我們不是泰國籍 所以我們這邊就選這個 那它只有英文的語言,那我們就點進來 那它有分三個方案 那以我申請的條件呢,我是符合Test and Go這個方案的 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您是要選擇什麼樣的方案 然後再來是你的條件是否符合其中的一個方案 我今天申請的方式Test and Go,所以我們就看Test and Go這邊 那它其實這邊都會有寫好它的條件 然後還有你要準備的文件 那以文件來說,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就是有護照啊,還有你是否有需要簽證 那我簽證也都辦好了 然後再來你的疫苗施打證明 那第三個呢,需要有泰國政府批准的酒店 住宿一碗的預付款證明 就是你抵達泰國的第一碗住宿 你必須要先預訂好 它是符合泰國政府的批准的這樣子的一個隔離酒店 隔離酒店的內容呢,它必須要包含兩次的檢測 那第一次是你抵達泰國的時候你要去做一個檢測 然後第五天呢,你要做一個抗原自我篩檢 然後再來呢,就是酒店從機場接送你到酒店這樣子的一個費用 所以你要確定你訂的那個住宿的那個確認單 它必須要列出這些費用 然後這邊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查 是不是泰國政府批准的飯店呢? 其實你們可以到泰國觀光局這邊 你就打泰國觀光局 進來之後呢 好,這邊它就有這個SHA Plus健康安全認證的酒店查詢系統 那你們就可以點進來 這邊可以挑選英文 它只有英文跟泰文的版本 那你這邊就查英文 這邊就是查你路徑的地區 然後去看它就會列出路徑地區的這些酒店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去查那些飯店名單 這是一個簡單的分享 再來呢,你要提出保險證明 那你的保險呢,它的保額不得低於2萬美元的保險單喔 那它必須要是涵蓋新冠肺炎的治療費用 跟其他醫療的費用這樣子 那以我的狀況呢,我是在投保之前先跟保險公司確認好 告訴他說我要去泰國 泰國政府的一些條件規定是什麼 我就先有把這個需求告訴我的那個保險業務員 再來呢,就是一定要確認印出來的那個保險單 必須要是英文版 必須要涵蓋就是新冠肺炎的這樣子的一個治療費用 所以大家就是在投保的時候可以把這個需求告訴你的保險業務員 這個Check Country這邊啊 就是它其實就是上面講的這個 你的那個旅行出發地 那其實你就可以這樣看你的Country這樣子 它這邊其實也可以,你可以確認你的那個住宿的地方 那其實這個呢,就是剛剛我分享那個泰國光局它的網頁 可以查得到這個SHAHR Plus的酒店的名單 文件都準備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按這個Select 那這個頁面呢,就是一些條約條款的部分 那這邊呢,就是確認一下內容 然後勾選這個,然後按確認 進來之後呢,那你這個第一個是你的旅行目的 那像我是旅遊,就按這個 出境的國家 那再來是呢,你第一個抵達泰國的地方 那像我是到BKK曼谷 再來這是航班號碼 所以我們把航班號碼打上去 然後抵達的日期 再來下面這個呢,是你預計離開泰國的時間 寫完之後呢,就按註冊 那這邊就是一些條款 那你就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就可以按確認 那再來呢,就是你的個人資料了 那首先是稱謂 然後這是你的名字 因為我沒有密豆內,所以就不貼 然後再來是你的姓氏 然後你的國籍 再來是你的生日 再來是E-mail E-mail記得要填對喔 這個很重要 這邊還有要叫你再填一次 這是你的職業 這邊呢,要上傳護照的資料了 那這邊選擇你的護照類型 然後這邊呢,要輸入護照號碼 那麼輸入好了之後呢 這邊要上傳你的護照照片頁 那他這邊有寫好他要的那個拍照方式喔 那這邊大家注意一下拍照要清楚 建議大家可以先把你要提交的資料 先掃描在電腦桌面裡 可能開一個資料夾 把他可能要提交的資料都先用好 這樣會比較方便上傳 那我現在就上傳資料 再來這邊呢,是疫苗施打證明 那這邊還是提醒大家要確認自己施打的疫苗 是符合泰國政府認可的疫苗喔 這條的話是如果有一年之內有得到 新冠肺炎的話就要勾選這個 那這邊就是要上傳你第一劑疫苗的施打時間 這邊就是要輸入你的疫苗名稱 再來是你施打的時間 這地方呢,要上傳你的疫苗施打證明 上傳疫苗施打證明之後呢 那這邊有一條是說 如果你的疫苗施打證明是有QR Code的話 也可以把它加入進來 那我這邊也上傳一下 就可以把QR Code傳上去 那記得要照他的這個規範 再來是第二劑的施打證明 然後這邊一樣要上傳資料 然後再來像我要打三劑 所以這邊就可以再增加 然後再把第三劑的資料輸入進去 然後這邊要勾選 這邊就可以按下一步 再來這邊是要上傳你的第一碗住宿證明 我是訂那個Shop Plus的飯店 然後我就是選這個 那大家你們要注意一下自己選的飯店類型喔 然後它這邊第一個是 你的預定是透過阿勾打的話 就要勾選這個 那因為我是直接透過飯店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填寫下面的資訊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是直接透過飯店 所以我就是查好我要入住的Shop Plus飯店之後 然後也確定那間飯店是符合泰國政府批准的 那我就是直接E-mail飯店 然後問他價錢 然後飯店就跟我要護照資料 然後還有我的航班抵達日期 再來我的聯絡電話 那飯店它就會開了一個住宿證明給我 那這是可以方便我們等一下在申請Test & Go的時候 需要上傳這樣的一個訂房證明做申請 那這邊我們就是要把酒店的名字添上去 然後基本上你是符合Tasha Plus的飯店 其實你在打的時候它這邊下選單也會出現你選的那間酒店的名字 然後它就會直接帶入它的地址了 那這邊要輸入你的訂房確認號碼 這邊呢是要輸入你入住的日期 這邊呢是退房的日期 再來就把訂房確認書上傳上去 上傳好之後呢這邊就是說 你會在泰國待多久 那像我是待超過五天 所以我就勾選這個 那這邊呢要填海外的地址 不是泰國的地址喔 那像我就是填我在台灣的地址 台灣的地址如果不知道英文的地址是怎麼翻的話 大家可以到郵局的官網 中文地址音譯的部分 那這邊就可以把你的柱子填進去 填寫好之後呢 它這邊就會生成一串就是英文的地址 那記得喔 郵遞區號的部分要自己再填入喔 郵遞區號的地方大家要注意喔 自己填入 這邊呢是填海外的手機號碼 那不是填寫在泰國的號碼喔 所以那我這邊就填我在台灣的號碼 那這邊呢是緊急聯絡人的資料 把它填進去 好 確認資料都填寫完成之後 那這邊就可以按下一步 那這邊就是要上傳保險的資料囉 那首先你要把你的保單號碼填進來 那下一個呢就是你的保額不得低於2萬美元 所以我這邊go yes 再來就是你的保 你的保險是不是有涵蓋你停留在泰國的時間 那像我是保180天 然後是符合我在停留泰國的時間 所以我這邊就go yes 好那再來是你的保單生效日 保單生效日起填入進去 那這地方呢要把保單的資料上傳上去喔 這邊就是一個切結 就是你確保你保證你的保險是沒有低於2萬美元的 那這些台灣大家要確認喔 然後確認沒問題就打勾 那這邊呢就是填寫你14天內還有帶過哪些國家 那這邊是可以就是增加的 那因為我都在台灣所以這邊就沒有填 然後再來是你有沒有其他的資料需要上傳的 如果沒有的話呢我們就是最後一步囉 就可以按next 然後他會有一個完整的你輸入的資訊 然後大家這邊再檢查一下再送出 最後大家確認資料都沒有問題之後呢就可以按送出 送出之後呢他就會出示一個就是成功 那記得要把這個成功的這個號碼給記住喔 那你要檢查你的email 我剛剛送出之後呢我就有收到一封系統寄來的信 那上面就有寫Tilent Pass收到我的註冊 註冊的結果呢大概會在3到7個工作天內收到 我們要寄的那個號碼啊他信中也有提到 那所以大家把這信留好 這邊就可以按ok了 那這樣子應該是完成的申請 那我們再等3到7個工作天內有看我收到的結果 再跟大家分享 呢 等一下 等一下 谢谢观看